OK好,同学们,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丙组文言文理解啊 这个是我们的 怎么说这个试卷格式里面的第三组啊 加以丙丁的丙 OK,第三组的文言文理解 OK,它占了我们的总分100分里面的15分啊 OK,在开始之前 OK,我们先来看看理解文言文的步骤 OK,有哪些啊 OK,文言文就是古文 OK,就是那些我们看得不太懂的字 OK,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是通读文章 什么是通读文章 什么叫通读 就是说整篇文章我们需要去读到完读到通透 OK,读到完 OK,虽然你可能不明白 可是我们尝试 OK,把所有的字你会的字都读出来 OK,在心里面默念出来 当然不知道你考试的时候大大声读出来啊 OK,然后呢你去理解它个别的词语 OK,你能够理解的词语你就去理解它先 比如说这个字你明白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再挑下一个字 你不会的话你就再挑一支跳 OK,尝试去理解先啊 接下来你再尝试去翻译那个句子 当然考试的时候绝对没有时间让你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 你可以在你的头脑里面先翻译 OK,你大概大概懂它在讲什么先 OK,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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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啊 然后再尝试了解它的内容 OK,每一次我说过如果你真的不了解它的内容 你该怎么办 有什么方法 同学们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内容 我每一次教终于华文哦 就是我很像感觉在跟空气说话 同学们 如果内容不了解该怎么办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了解 同学们 谁回答一下 不要打字啊,因为现在我没有去看啊 谁可以回答一下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是有亲戚的吗 啊 听不到 怎么样去了解内容 如果万一真的是一个字我看不懂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们理解 我之前在班上有讲过啊 在这个丙组里面有什么是白话文的 在丙组里面除了文章里面全部是文言文之外 对,很好 接下来就是问题 问题可以帮助你理解 OK,当然你真的是有时一个字我看不懂 可是你看问题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OK,它的问题 它的内容大概讲的是什么 OK,所以到最后你要领悟文章的道理 因为这个是很常问的 第二题,尤其是第二题 因为这边只有三题 第三题都是翻译 它给你一个句子文言里面 它抽一个句子出来 然后让你翻译成百话文 第三题是100%就是这样子的 可是第二题 OK,它通常会问你得到什么启示啊 这个文章告诉你什么道理之类的 OK,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可以的话你们先看 还没有看问题之前呢 或者是你们只是大概大概看了一遍过后 你可以大概猜得到它要带给你的启示是什么 很常问 当然并不是讲100% 第二题都是问这个啊 它有可能不会问你这个 OK,所以只是很大部分 很大的可能它都会问你这个 所以这个你要 这个很重要 OK,所以你通常 它给你的文言闻呢 都是会带给你一些启示的 带给你一些启发性的 给你一些感悟的 它不会无东西给你一篇 完全就是很玩闹的那种文章 并不会啊 OK,所以理解了文言闻的步骤 这五个 OK,可以的话 随时 OK,每次看文言闻 你都要照着这个步骤 OK,就大概大概你要懂 可以刚开始就读完整篇 就算你不懂那个字的话 你在心里面读一遍先 默读先 然后一个一个字词语去尝试理解 OK,如果不能够的话 就不要紧 OK,你就看你懂的那个词语 然后尝试再翻译句子 因为当某一些词你会 某一些词你不会的时候 OK,所以你当它连贯成一个句子的时候 你可能大概猜得到它在讲什么 OK,然后了解了其内容 然后你才能领悟文章的道理 OK,所以这个首先我们在做其他的这个股门练习 我要你们现在翻开作业第29页 全部准备啊 你们要看这个作业第29页 这个延伸练习 我觉得我在给你们做其他练习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会比较好 原本我是打算放在后面 但是我现在觉得给你们先看也好 OK,我们一起来看先啊 翻译文言文以直译为主 以意义为辅 OK,什么是直译呢 直译就是说你直接 就是从它字面上的意思直接翻译 OK,这个是为主要的 OK,就是说你可以能够直接 每个字面上的翻译是最好的 但是接下来为什么它要以意义为辅助呢 OK,为辅助的就是讲负的呢 就比较第二 就第二看重的呢 就是以那个意思 以它的意义来翻译 OK,因为其实 文言文里面呢它有很多字啊 OK,都是不只是一个意思 它可以是有很多个意思 OK,所以这个意义呢 就是当你从字面上翻译了过后 你要根据它的故事情节 然后再选出对的这个意义 OK,那再把它翻译 OK,因为有一些字 等下我们这次天会看到那边 它会有很多字有不同的意思 同一个字但是有不同的意思 OK,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通常我是比较鼓励 OK,你们先直译 就是说直接从那个字面上翻译 OK,然后到最后你看完整篇这个文章 你大概可以猜到它的故事在讲什么 然后那些字呢你再根据它的意思 OK,然后你再来翻译 OK,是翻译文言文的原则啊 看到吗,这个原则 要做到字词一一应对 OK,每一个字每个词 OK,你都可以去翻译 然后句式正确 句子没有语定 因为其实文言文有一些 它语句的这个调换这个秩序啊 有时我们通常主语在前面 位语在后面 可是它有些是位语在前面 主语在后面 OK,这个上次那个司马光 OK,讲掉进那个破梦就有那个 我不懂你们还记得吗 OK,那一个课文 其实我们也有学到这样子的 OK,它的句子呢 句子的那个句式呢 它会有改变 OK,前面会 它的句子呢 会放在去后面去的 啊,上次那个司马光 那个我不是很记得了 那是群儿细于亭 没有错的话 大概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还谁记得怎么翻译吗 司马光那个 那个破梦就有 我三个班我都有教 破梦就有 这个还记得吗 群儿细于亭 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群儿是什么意思 一群小孩 对,一群小孩 在玩 在哪里玩 在 停愿玩 所以当我们翻译的时候 我们要翻译成 一群小孩 在停愿玩 可是如果在这个古文里面 停愿它放在后面 玩耍它放在中间 所以一群小孩 玩耍在停愿 所以看到吗 这个我讲的就是记事 OK,所以它会有 调换这个秩序的 OK,它有调换这个秩序的 这一种呢 这个就是记事 所以当你们翻译的时候 你不能写 一群小孩 玩游戏 在这个庭院 反而你需要把这个 居士给调换回来 一群小孩在庭院 玩耍 CC OK,所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居士的意思 居士一定要正确 你不能照射它 那样子 完全就直直翻译 因为有一些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的 秩序给调换 OK,然后居子没有语并 OK,就是你居士对的话 通常是不会有语并的 OK,然后居意没有改变 这个很重要 居子的原本的意义 并没有被你改到很远 OK,至少你要改到 它的意思是要捷径的 OK,所以这个是很难 所以为什么我说 由于理解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所以你们学生啊 在答题的时候 通常呢 很容易 OK,错或者很容易 很小啊 OK,这个点上面的 这个储存 所以你们很容易 就在这边搞乱 OK,你们很容易 就会弄错啊 OK,所以这个是在 你们的延伸 练习你们在 第29页的啊 你们作业的啊 你们可以先看啊 你们可以一起看 OK,然后其实在这一边呢 我这边会有三个 OK,会有三个 就是说你们 比较常做错的东西 OK,只是在你们的作业里面 只有这两个啊 没有三个 所以第三个 等一下你们只是看罢了 OK,所以第一个 就是在你们作业里面 有啊,第29页啊 OK,专有名词 强行翻译 什么是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呢 就是很像你们 马来文学的 Gartenamehas OK,就是名词 什么叫专有名词 就是在这边写 你会遇到一些国民 一些朝代的名字 或者是官民 地名 人民 年号 年号 比如说是康熙 第几年 第几年啊 那一种 OK,所以这个就是年号啊 还有一些称号等专有名词 可以不用翻译 因为这是年号呢 你不可以把它翻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名词 不好用现代语来准确表达 OK,比如说康熙年 比如说第22年 比如说 OK,这种你们不可能把它翻译 翻译成什么现代文 你都翻译不到的 OK,所以比如说 我们千禧年是2020年 OK,所以 你不可能把说 这个千禧年改成 另外一个 一千 两千 两个一千年 你不可能那样改嘛 所以比如说 我们是公元两千年的话 你不可能把它改成 两个一千年 所以不用改 你就直接照写就对了 OK,所以在这边 这种叫做化舍天竹 不该去换的 你们走去换 比如说 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OK,这个例子啊 永乐元年入朝 留为故宫 如果是我们看的话 我们就以为 永乐是一个名字来的 是一个人名 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完全没有这个 中国的这种朝代的知识 没有年号的知识 我就觉得 永乐应该是一个人 他在元年的时候 进入朝廷 OK,然后留为故宫 比如说我乱反了 现在 他留在那边 OK,就为故宫 为这个宫廷 为这个朝廷办事 OK,我以为的翻译 比如说 而且通常我们会错误翻译成什么 永乐人 他这个更惨 他把永乐当成是一个地方名 永乐的一个人 在元年被征召入朝 留下担任原来的官职 因为其实故就是讲以前的 讲以前的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他翻译的意思 但是明明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这个简细啊 最终犯下固有名词 强行翻译的毛病 因为永乐是什么呢 永乐是中国明朝第三位皇帝 明成族朱棣的年号 OK,也就是说 以前1403到1424年之间 OK,这个皇帝的这个称号 因为每一个皇帝 他们上位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叫 叫怎么说 叫他的这个年号的 比如说康熙 康熙其实就是这个玄业 所以这个选业呢 他上位成为皇帝的时候呢 他上位的第一年呢 OK,那个就成为康熙年 OK,因为康熙是他的年号 所以当这个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呢 就像他还在位上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年份呢 都叫做康熙年 OK,康熙如果他是第一年上任的话 那个就成为元年 所以当永乐元年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这个皇帝呢 朱棣啊 朱棣是这个皇帝的名字啊 朱棣上位第一年的时候呢 OK,他的这个年份 1403年成为元年 OK,所以元年是第一年 所以当这个也是一样 当这个选业 他刚刚升上成为皇帝 他刚刚登基成为皇帝的时候呢 他的年号是康熙 所以他成为皇帝第一年 那个年我们叫元年 OK,所以我希望你们大概懂啊 所以元年是在一个皇帝呢 登基的第一年 那一个成为元年 所以永乐是这个朱棣 掌管这个明朝的时候 在明朝里的第三个皇帝啊 第三个皇帝就是他 因为其实中国啊 最后一个朝代就是清朝 有皇帝的朝代 清朝过后呢 就是到现在我们所谓的民族了 OK,所以就没有皇帝的存在了 所以这个明朝是在清朝之前的 清朝还...明朝滅亡过后 到了这个清朝 掌管了两百多年 然后才我们现在的这个 所以这就是讲 成远啊,对不起 只是跟你们讲一下元年是什么 元年就是一个皇帝 刚刚登基的第一年 OK,然后永乐是这个 朱棣皇的这个年号 OK,所以这个你们要记得啊 所以他的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这个 你们可以写下来 现在可以开始写下去 OK,所以 永乐的元年 就是说在朱棣成为皇帝的第一年 OK,被郑昭入朝 所以在这边他没有讲 谁被郑昭入朝 OK,所以这个不是重点 他要你重点翻译 他没有讲是谁 他只是讲他是在这个年份 OK,被昭入这个朝廷 然后留下担任原来的官职 OK,留就是留下 这个为就是担任的意思 OK,然后雇就是原来 或者是以前 OK,公 这边这边原来不是皇宫 它指的是官职 OK,所以你们可以先操 这个我词典不会放在这个群组啊 这个要你们自己操 OK,所以永乐元年 被郑昭入朝 留下担任原来的官职 后面的字都是一样 只有前面那个他错 我可以去下一个了吗 同学们 既然没有回应 我就大概大概 总之你们改前面的就可以了 后面的剩下可以招朝值钱的 OK,所以可以啦 这个其实我们要懂很多啊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 OK,中国第一个朝代是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朝代是什么 你们可以去看 OK,所以通常我们知道的大概啦 都是清朝 因为其实我们看的皇宫的那种戏啊 大概都是大清王国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看的都是清朝的 因为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 因为它是最后一个中国的最后一个 那个什么 有黄的朝代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 你们很常犯的错 该译不译 应该翻译的你们不去翻译 文白掺杂 OK,在里面又有 这个 有一些文你们不懂得翻译的 你们就照抄下去 然后又再掺一些白花文 这个也是你们很常犯的错误 当然就很像之前 我在班上有跟你们讲过 如果万一你们翻译的时候 OK,有一些翻 有一些又不翻 你去照抄的话 你们其实是一分都得不了 可是 如果你们好运的话 你们就算你们没有去翻译 一个字都不去翻译 可是你们从原文里面 你们大概猜得到 这一句就是答案 所以你把整个原文抄进去 可能还有一个可怜的一分 OK,如果你是又抄又不抄的话 这种叫不伦不类 OK 所以这种是一分都拿不到的 所以你们要很小心 OK,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使陶侃为散利 利 不读诗啊 这上次我们加齐的时候 PKP加齐 我们曾经有做过那个 多音多一字的那个汉语评的 这个是历史的诗 它多了一个横的话 这个就读利 官利的利 官的意思 OK 访键为主步 相云皆有 以女妻砍子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完全看不懂 大概你可能就知道 官 然后访 可能我们会认为它是拜访的 法 OK 然后键 我们知道的是推荐 OK 主步 推荐为主步 主步应该就是一个官职吧 OK 相云皆有 就是说跟他做朋友 OK 这个是以我们的角度 以学生角度 以女妻砍子 这个完全可能你们看不懂 以为砍子 是谁 砍子 说不定就是这个 陶侃的这个孩子 的名字 但是问题是陶侃姓陶 他的孩子 大家砍子 所以看到吗 当你们要翻译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完全看不懂的时候 你们可以 以用这样子来推断 时 陶侃 时 当时 可能认为是当时 陶侃是一个人的名字 OK 所以如果陶侃是一个人的名字 如果你讲他的孩子 叫陶 砍子詹的话 是不是有点怪 因为他姓陶 孩子不可能姓砍 OK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知道 其实砍子的就是陶侃 子詹 他的孩子 名字有一个詹字 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推断的时候 就是以这样子的 这个方式 OK 来我们一起看看 他这个错误的译文 但是当我们平时会这样子 怎么说 会这样子去翻译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很常犯的错误 OK 当时陶侃为贤官 三立就是贤官 周仿 原来周仿是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为什么这个他会懂呢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是要看完整个文章 整个古文 可是在这边 我们当然是看不到 因为他们只有给我们一句 我们完全不懂那个仿是谁 对不对 所以其实周仿是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你放心 因为你们的这个古文 会有划线的 如果人的名字 他会有划线的 对不起 他会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名字 OK 可以是人名 就转有名词 他可以是人名 可以是地名 可以是署名 可以是什么名字 所以周仿与他为主部的官职 OK 与他结为好友 以女儿嫁给陶侃的儿子陶战为妻 这个就是类似的 这个就是类似的翻译 可是为什么他会讲这个是错误的译文呢 我们一起来看 本句话的该译不译 文白掺杂的毛病 句中 为是动词 OK 他讲的是这个为 OK 英译为 担任 还是这个为 看到吗 这边有担任的话 你觉得哪里一个是属于担任 当时陶侃担任贤官 周仿举荐他担任主部的官职 还是你稀稀 这个为我们完全没有翻译 造操 OK 所以问题是在哪里呢 应该还有一个就是 对不起 我讲的这个是为了 过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他还没有改的 就是这个 以女儿 OK 这个以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翻 通常这些比较重要的 我们都会有这个分数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当时陶侃担任贤官 所以为就是担任的意思 除了担任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字可以代替同学们 同学们 我如果不写担任的话 我写其他的答案 你们跟我讲一下 可能说不定有分 来 谁可以给你的意见 如果那个为你们要怎么翻 如果没有担任的话 好 圣任 对很好 圣任的话 圣任有点不对 因为圣任是宝义词 担任是一个中性词 圣任就是说他可以 他可以担任 他很成功的担任 但是现在这个担任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讲好坏的 所以圣任不是很对 可以讲他做 当贤官 对啊 可以讲他当宪官 当也是可以有分 因为在这边 他担任其实就是当的意思 或者是做宪官的意思 所以如果是胜任 不是很正确 因为胜任是完全是讲 他完全可以担任 他完全很成功的担任 只在这边担任的话 他并没有讲 他胜任还是不胜任 所以这个担任很重要 看到吗 这个为字他没有翻译 然后每一个字 其实如果你们有检查的话 他每一个字都有在翻译 输了这些字他没有翻译 而且这些字都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周房举件 如果我们不要用举件 我们可以用腿间 OK 他做主部的官职 与他结为好友 并把 这一个 可以看到吗 所以刚才那个为 做主部 我可以用做 没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 担任贤官的话 你可以把它称为 做贤官 也没有错 就很刚才我讲的 OK 所以这个为 可以是担任或者是做 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们符合 他的意思的 意思没有差太远 就很刚才 第一句我们就讲 意思不要差太远 OK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与他结为好友 后面的都可以照抄 除了把这个 已 变成 把 OK 然后 这个 等下如果你们有时间 你们才去抄 你们先知道 哪一个字要改 就这三个地方改 就这三个地方改 单任做这个 为 为 还有一个 以 把它变成 把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的句子 你可以改一点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照抄 没有错 其实上面的句子 其实是没有错 他只是改掉他的 字序 意思都一样 只要意思一样 OK 你的翻译都不会是被老师打一个差下去的 OK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难在这边 因为每一个人理解的都不同 所以为什么说 其实首先你要通读这个文章先 就要给你们看的那个步骤 OK 因为你们读完了过后 然后你们去尝试明白一个字 你懂的字 你就去明白它先 一个词去翻译先 如果再不行的话 你就把这些词 你会翻译的 跟不会翻译的都不要紧 因为一整句里面 至少有一两个你会的 OK 一两句 一两个你会的 然后你把它全部连成一句的话 你就大概可以猜得出 他在讲什么 这边就是最难的地方 OK 但是我不喜欢你们会害怕 因为其实我改了古文这么多年 改了考卷这么多年 我教化文有8年了 OK 你们的15分啊 哇 很多人都是拿0分 0分 5分 3分 很少人可以拿到10分或者以上 OK 只有最近开始 OK 才有开始一些人可以拿到8分 7分 拿到一半的分数 OK 其实真的是 不要紧 你们其实算是有进步的 也有可能你们小学有学过 OK 可以啊 我特地讲到的话 就是为了让你们 有时间去抄啊 OK 可以啦 我接下来了啦 OK 这一个呢 是你们作业里面没有的 OK 可是我也要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你们可以看罢了啊 金骨意义 什么叫金骨意义呢 金就是现在的意思 骨就是以前的意思 意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OK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意义 OK 以金意 结骨意 因为有一些字 你看这边 随着社会的进步 很多词语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OK 有的它发围变得很广 有些词语 OK 有的已经缩小 有的感情色彩发生了改变 有的以前是包裕词 可能现在变成中心词 OK 有的词语呢 已经转移 OK 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一起看啊 因此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个语境 就是说要根据它这个故事的这个走向 OK 要看那个词到底是属于什么意思 OK 切记盲目替代 不是讲永远这个字 只有那个意思罢了 OK 它可以有很多种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 例子 无地 来 如果翻译的话 这个你们应该懂啊 同学们 无地 我的弟弟 很好 我的弟弟 非由夫人之地 这一个讲的又是啥 非是什么意思 不是 对 不是 OK 或者是不 OK 这个由可能我们看不懂 这样我们就算了 OK 夫人的弟弟 OK 我的弟弟 不是夫人的弟弟 比如说啊 我们认为是不是的话 因为这个由我们不懂是什么 OK 然后 邝为我死 我核生烟 来猜得到吗 邝是什么 更何况 对 更何况 况且 它是 为自己死 对 它是因为我而死的 OK 比如说啊 OK 我核生烟 来猜一下 他为我而死 更何况 他是为我而死的 我 救 救吗 我怎么样 我怎么还能够 生 生 一个是死 一个是生 什么意思 对 我怎么能够活着呢 OK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大概翻译的 OK 我的弟弟 不同 原来是非有 是不同 OK 如果我们不懂的话 没关系 OK 我们就大概 我们讲不是 看到吗 我跟我们翻译 该称为不是 OK 这个是他翻译 不同 但是不懂这个 对不对啊 我们先看啊 夫人的弟弟 况且他是 或者是 况且 或者是何况啊 OK 他是 这个是 不是是啊 对不起 是啊 这个是啊 为我死的 我怎么还能活着呢 OK 这个是错误的翻译 哪里错了呢 此句中的夫人是古今异议 OK 因为众人 以前讲到夫人 就是众人的意思 OK 现在我们讲到夫人 OK 就是太太的意思 对不对 或者是谁是谁的 老婆 或者是已经结婚了的 我们称为夫人 OK 如果还没有结婚了 我们称为小姐 可是以前的字 夫人 竟然 OK 竟然是指 众人 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就很像 妻子 来 谁可以告诉我 妻子是什么意思 妻子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老 老婆 对 老婆 现在妻子的意思是老婆 可是如果是以前 他讲妻子这两个字 是老婆 还有孩子的意思 这个就是 怎么说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古今的意义 OK 以前的 这个意义呢 跟现在的意义是不同的 以前讲到妻子 就是老婆跟孩子 可是现在的我们讲到妻子 其实就是老婆的意思 OK 所以 这个其实很难 因为他的意思跟以前 现在的意思跟以前的意思 又有不同了 所以这种我们叫做古今意义 所以这种要很小心 看到吗 所以完全那个句子翻译的 完全是不同意思的 你们看 又来这个诗 对不起 这个诗我写错了 这个是他原本的意义 这个你们作业没有的 你们一起看 OK 我的弟弟 无地 非由夫人之地 不同于众人的弟弟 OK 所以看到吗 这个不是夫人 如果说我们改的话 如果我知道他的答案 我会觉得很好笑 OK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以为是夫人 OK 所以更何况他是为我死的 我怎么还能活着呢 OK 所以这一种呢 就叫做古今意义 OK 看了三种你们很常犯的错误啊 尤其是比如说 这之前改改 我们讲的第一种 还记得是什么吗 第一种就是我们很喜欢 专有名词乱乱来翻译 OK 因为我们不懂 OK 所以这代表我们其实读很少书啊 读很少这些华文 OK 但是这个我不 我不会怪你们 因为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们都很少 被这个华文给寻陶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你看我们一节 一天 一个礼拜才上三节华文 OK 如果是中学的话 其实不能怪 OK 只是我们尽量能够懂得多一点 就懂得多一点啊 OK 然后第二种呢 我们也很常犯的错误 就是该义的不义 OK 然后又有白话文 跟这个古文 掺杂在一起 OK 这个也是我们很常犯的错误 还有就是第三 OK 现在的意思 跟以前的意思 其实是不同的 OK 可是我们不懂 OK 所以这一些是我们 很常很常犯的错误 OK 所以大概这三种 我只是要你们懂而已啦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重要 因为考试也不会出这种 OK 只是先告诉你们先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在我们开始做这个古文之前 OK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啊 同学们 我可以去下一个了啊 OK 现在 OK 在我们开始 上这个古文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则故事 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已经有听过了 谁可以告诉我 这个故事 有带给我们一句 它可以适合这个的成语 是什么 你们先看 拔苗助长 对很好 拔苗助长 这一种叫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不要成为像一个 拔苗助长的人 什么是拔苗助长 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拔苗助长 形容一个怎么样的人 才是成为是拔苗助长的人 懂 但是又不懂的意思是什么 确确的意思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拔苗助长是啥 拔苗助长是指什么样的人 急于求成 对 急于得到成果 但其实反而是得到反效果 OK 通常我们用这个拔苗助长来形容这样子的人 OK 所以这一种故事呢 当它有告诉我们一些启示 OK 这一种呢 这种我们叫成为预言故事 OK 所以预言故事是含有讽语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 不是每个故事都可以成为预言故事 但是只要它有一点教育意义的话呢 它就是预言故事 它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啊 OK 结构简短多用介义手法 介义手法就是说 sorry 介义手法呢 就是说它把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人 OK 这个很急着要让这个树苗长大的这个人 你总接着这个人的这个作为 这行为 来告诉我们 做人千万不能这样 不然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就叫做介义 OK 使父有教训意义的主题 或深刻的道理 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字 就要急于求成的人 但是结果是反效果的 OK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来看 一则 又另外一则预言故事 这个也是一个预言故事 OK 你们看作业第二十二页啊 全部可以看作业第二十二页 准备好你们的笔 OK 按顺序排列下面的句子 整理成一篇完整的古文 首先 看完每一句 你认为 这个故事 第一句应该是哪句 谁可以尝试 送人有跟天者 很好 送人有跟天者 然后 猜 没关系 天中有猪 吐走 处猪 折尽而死 接下来第三句 不会懂 财 不对 那个第四 OK 所以第三是这个 因是其累而守株 那个字我们读累啊 既负得主 得吐 对不起 他主 OK 吐不可负得 而身为送果孝 OK 可能有一些字看得懂 有一些你们看不懂 OK 所以等一下 OK 我们才一起慢慢看 现在首先 OK 把一二三四季的空两格 OK 现在你们不需要操线 他们写一二三四先 等一下有时间 你们才把他们连成一段 OK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我们先猜先 OK 送人有跟天者 看得懂的 来 有哪几个词 你们是看得懂的 我们已经读完了 刚才已经读完整整首了 大概大概里面 有一个人 跟有一个兔子 还有什么 这边有人 有动物 还有 树 对 还有树 还有植物 OK 所以这边里面 有三样东西 我们现在懂的 大概就是这三样东西 OK 首先我们看第一句 送人有跟天者 你看到跟天者 想到这个送人 是怎样的人 是什么人 他是做什么的 农夫 对 他是农夫 OK 在送国有一个人 有跟天者 就是说 这送国呢 有一个人 他是有一个 他是跟天的 OK 他是一个农夫 OK 田中有树 田里面 有啥 一棵树 对 这是一树 OK 可以讲是树 OK 所以兔走 处 树 OK 在这边 兔子 在走的时候 OK 比如这 照字面上解释 我们现在是从 这个字意先 如果他在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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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碰到 对 碰到 或者是撞到 这个树 OK 这个树 我们当时是树先 折颈而死 他怎么死的 撞树死了 对 撞树死了 怎么死法 折颈死了 什么叫折颈 颈像挂掉 他撞树的时候 紧撞到树了 而且就这样子死掉了 OK 所以 然后 因是 其累而守树 寄负得兔 这句谁看得到 如果我看不懂 我们现在看23页 一项有三题 问题 或者是 D项有三页 23页那边 全部有问题的 你可以猜一下 什么叫因是 其累而守树 寄负得兔 我们尝试 从问题里面 从白话文的问题里面 找出来 这句是什么意思 是 嗯 他只要是兔撞死了 然后就在那边 等那个兔再来撞 很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是其累 而守树 守树就是在守树那一棵树 对不对 然后呢 因是 是通常我们会用什么字来配 是什么 放下 对很好 因此 他放下其累 其是什么意思 你我他 他 对他的 因此他放下他的累 累是啥 不知道 所以大概就这样 放下一个东西 OK 而守树那一棵树 OK 守树就是守树那一棵树 寄负得兔 这个寄 平时你会看到 它跟什么磁配 什么是C寄 它跟这个寄 是一样意思的 你看到这个C 你想到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面 对很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根据这个语境 我们来尝试去猜它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G里面 我们知道通常C寄 它会配这个字 C 看到这个C呢 我想到的是希望 OK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希望 富得兔 什么叫富得兔 富通常跟什么意思 富得 富 对 这个得是获得的意思 这样这个富是什么意思 富通常你会跟什么字 配 有 有 重复 对 重复 反复 重复 对不对 重复在这边 刚刚我听到有人讲了 有 很好 OK 又再得到的意思 OK 希望又再得到多一只兔子 很好 你看到吗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翻译古文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一个一个尝试去翻 翻错也没关系 OK 我们总之要至少去尝试 我们有尝试了过 说不定我们就猜到它的意思 是什么 OK 所以兔不可富得 这边讲的是什么 这样你们应该懂了吧 这个 兔子不可以富 兔子不可以富 是再次的意思 再一次的意思 再次得到 OK 兔子当然不可能再次得到 而身为宋国孝 什么意思 成为宋国的孝兵 对 很好 OK 而自己呢 却被宋国的人孝 或者是被成为这个宋国人 OK 茶余饭后的这个笑话 这个话题 很好 我们已经在尝试每一个字 在在在反译了 OK 所以接下来这个练习 来 你们应该可以尝试了 猪是啥意思 不是那个只吃 又吃又碎的那个猪 这个猪指的是 露在地面上的断数根 很好 OK 化线 露在地面上的断数根 走 跑 逃跑 逃跑 对 刚才我们反译错了 我们讲走是走 OK 其实走的意思就是跑 或者是逃跑的意思 看到吗 走在现在的意思 就像刚才我们第三个 我们讲的那个 我们时常会犯的错误 刚才我们再开始 这个文章里面 还记得我们第三个 会常犯的错误 就是什么 就是 古今意义对不对 OK 就是以前的意思 跟现在的意思是不同 以前的意思 走就是跑的意思 现在的意思 走就是慢慢走的意思 所以很好 现在你们已经清楚知道了 来 是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放下 对 放下 OK 接下来这个字 我们读 磊 磊是啥 古代的一种工具 一种农具 OK 农具是怎样的 OK 看这个图片 就是类是这样子的 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去爬泥土的 只是它现在 它是有一个 很像Y字形这样子的 它是两个开叉的 OK 这个是以前的 这种叫磊 OK 现在其实 他们要去翻土啊 又是什么 其实 在这个之前啊 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 他们就有发明了 那个很像爬 那种拿来 就是想用牛 拉着的来 来去松 这个泥土的 OK 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先发明的 这个农具 OK 所以这种我们叫磊 但其实你Google 可以找得到 我也是在Google找的 OK 这个是雷 还有这个字呢 就是期望的意思 希望的意思 所以这些字呢 会给我们加深认识 它的这个意思啊 当然考试绝对不会出这种 OK 这种只是给我们现在学习 怎么样去反应那些字 你可以猜 OK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猜 就改我讲的 你们也可以从问题里面猜 OK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帮助啊 OK 所以猪是 断树根 然后走就是逃跑 是就是放下 雷就是农具 OK 然后Z呢 就是希望或者期望 OK 接下来将下列句子 意为白话文 这个是在第22页啊 还是在22页 OK 兔走 触珠 来 改走已经知道 是什么意思了 来 现在谁可以反应一下 尝试 从什么呢 兔子 是经过 是经过吗 改走 我们讲是什么 跑 对啊 逃跑的时候啊 OK 兔子逃跑的时候 触 刚才讲是触碰 OK 如果逃跑的时候 去触碰到那个树 它就会死吗 所以触碰我们要换成什么字 刹 对 不是刹 刹 你跟我妈咪一样 没有人讲刹 我们也是讲刹刹刹 但是其实 刹啊 OK 所以一只兔子跑得很快 撞在树桩上 或者是你可以写 一只兔子在逃跑的时候 撞到了树桩 都一样 OK 其实它的意思 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不要超我这个 你要自己翻 一只兔子在逃跑的时候 撞到了 一桩 或者是一棵树上 或者是一个断的树根上 都可以 OK 因为其实这个桩 树桩可以有很多种 它可以是树 可以是树根 可以是树枝 OK 可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因为它给你的这个 刚才那个 那个连线的那个 它也给你讲了 是树在地面上的断树根 你也可以写那一个 所以你要写这个 照我这个超也是可以 OK 看你自己 只要意思是一样的 就对了 OK 既负得兔 每一个字要翻译 既改我们有发现的 是什么意思 对 负呢 我忘记了 重复 重复 我们不可能讲 希望重复得到一只兔子 得了一只 又或者是还 或者是再次 对不对 OK 所以希望再得到一只兔子 你可以写再次得到 或者是希望还得到 OK 还能再得到 用再会比较适合 用这个再 OK 如果你不可能写 希望反复得到一只兔子 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我们要斟酌那个语境 我们要看那个语境 要看他的那个语句 OK 什么是适合的 什么是不适合的 希望再得到一只兔子 如果你们来不及操 没关系啊 等一下我会整理好 过后我全部会放上去 接下来 而身为宋国孝 OK 这个就是 而他自己 却被宋国人取孝 OK 如果 就像刚才是雪晶讲的 对吗 成为这个宋国的孝饼 其实也是可以 OK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像雪晶这样子讲 我是觉得他是 我翻译的时候 我试作的时候 我是写是孝饼 可是他竟然这样子写 我就 因为这是作业的答案 我就跟他的呗 但是如果是像刚才这样子讲 而自己 却被宋国 而自己却成为了 宋国的孝饼 OK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都是一样的 被宋国人取孝 就是成为孝饼啊 就没个人在笑他 OK 可以啊 接下来 我们一起看这个 根据A项的文言文 OK 选出正确的答案 来 第一题 ABCD C C 很好 兔子跑得太快 撞上了田里的树桩 OK 这个答案是在哪里 一句出来的呢 就是在 兔走 处猪 OK 那一边啊 蛇紧而死啊 其实就是那一边的 处猪那边 OK 兔走 处猪那边 是最适合的 OK 那整句就是原句啊 OK 所以你要翻译出来白话文 农夫放下农具 不再耕田的原因是什么 A A OK 有可能你们会选C OK 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为什么C不对 我想问 为什么答案是A 要没有讲到兔子会来啊 他不讲吗 既负得兔啊 不对呗 因为他没有什么字 他没有写 既 希望 他如果是写希望 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跟他想要不劳而活 这个会更对 如果还有希望 这两个字在前面 OK 因为要根据原文来讲的话 OK 他是希望兔子会继续再送上门来 他希望再次得到兔子啊 所以这个会更正确 可是这边他没有写希望 他这个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感觉就是一个肯定句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啊 因为什么C不对 所以这个很常 你们如果考试的时候 有些人会写A 但是很多人我觉得他们也会选C OK 因为他们有看到这个兔子会继续送上门来 既负得兔 不要忘记这一句 只是他没有想到希望 OK 希望上门只是认为 他自己认为而已 OK 可是真实生活上 其实并不会出现这样子 OK 所以为什么答案是A不是C啊 OK 所以其实为什么 我也是很担心 其实你们的这个ABCD的这个问题 十题里面我告诉你 每一次哦 你们对的哦 最多是四五题罢了 因为其实答案很接近 OK 来第三题 这个应该直接有答案了 守株待兔 对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原本的故事 就是这边来的 OK 就是这个古文这边来的 OK 可以啊 所以答案是C A B Cat OK 可以很简单啊 这个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E的 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我们要快了 OK 所以农夫有没有再得到兔子 为什么 这边有两个问题 所以你要回答第一个先 他有没有再得到兔子 没有 对 没有 直接就有分数 但是这边还没有写多少分 所以我也没有算分啊 OK 所以记得考试的时候 如果我问你有还是没有 你回答至少其中一个 OK 错还是对的话 另外再算 因为你好运的话 说不定你对啊 OK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再一次得到兔子呢 因为兔子撞树 撞而死是偶然的 不是必然的 OK 你可以先写啊 OK 如果是你们的回答 你们可能会写到 因为不可能每一只兔子都去撞树的啊 这个也是可以满分 OK 但是你不要啊放进去啦 你不要给我口语化 你就想 因为不是每一只兔子都会撞树撞而死 OK 你可以要这样子写 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有满满的分数 OK 只是这个句子它比较 怎么说 比较正式一点 OK 只是我们考试绝对写不出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连我也不例外 OK 所以 偶然不是必然的 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跟你们写的那个句子 你们可以写啊 因为兔子 不是 因为不是每一只兔子都会撞树而死 就是撞他 撞到那边的树撞而死 OK 都可以 只要意思有接近这个偶然跟必然的 我都可以给满分 OK 可以啊 接下来 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第一个 做人要脚踏实地 不要形成侥幸 OK 或者 还有别的答案啊 你们选一个来写 做人不可以太懒 不要想着不劳而获 或者是 人不能贪得无厌 不然会音效失大 你选其中一个来写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中一个也是会有妈妈 其实只要一个就好 因为这边最重要是告诉我们 不要像这个里面的这个人这样子 OK 他很有可能啊 真是两头空 他坐在那边等兔子 他没有去翻土 他过了可以插秧的季节 到最后他一整年都是吃泥土 我跟你讲 如果是以前的人 他们其实如果是农夫 他们通常就是种这个豆 因为田嘛 田都是种到的 他去种到 如果这一次他过了插秧的季节 他明天又在等那个兔 后天又在等那个兔 因为兔子 他可以拿来吃他的肉啊 如果他的皮 他可能拿来可以来保暖 还是怎么样啊 OK 所以他觉得 这样子等 一分钱也不用花 OK 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 可是他没有想到 万一等不到耶 他又没有肉吃 连到田 他也没有去下田 他也没有去插秧 过了这个季节 等到他去插秧 要播种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所以他一整年 什么都等不到 他可能会饿死 OK 所以这种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认为农夫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懂得变同的人 对不起 不懂得变同的人 OK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如果你等 他是一个 想不劳而获的人 可能会拿不到满分 OK 因为这个 最主要的是 你要告诉我知道 他的这个性格 他的这个纠结点 到底在哪里 OK 其实我们纠结的 就是在他的哪里的地方呢 就是他明知道兔子 不是一定每一次得到的 OK 为什么他就不把这个 当兔子的 就是当成是一个 假 这样一个 一个 bonus 一个怎么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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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别 就是说 比如说他今天 如果得到兔子 他今天吃的饭 就可以夹那个兔子肉 就是说他今天得到兔子 他今天又多了一些 一些额外的收获 为什么他就不勤勤恳恳的 去种到 然后一面种到 他也可以一面等这个兔子 没有关系 因为兔子反正 种到那边都是直接死 对不对 OK 他死了 他都不会动 你可以等你下完天过后 你去松完那个泥土过后 你才回来 拿这只兔子 也很好 OK 所以他是一个 不懂得变同的人 如果谁 他是写 他只是想要一个 他是一个 不劳而获的人 你们得不到满分 他最主要是要 不懂得变同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 聪明的人 他懂得变同的人 他一定会在那边 要不然就自己 设计一个篮子 如果兔子一撞 那个树 他会直接撞进 那个篮子里面 他直接死在 他的篮子里面 残忍是残忍的一点 OK 可以吗 同学们 有问题吗 可以